多謝議員,剛才有很多人說過,有時候有關議員說過 因為上次人區公投的保存投票率低,所以代表這是支持 以政府所在的立場,正正因為政府承認了公投的合約 因為他就是看著這個投票率,所以就承認了公投 他不單純覺得這件事是公投,而是覺得這是公投,又是公投 所以就告訴全香港的市民,這是一個沒有人支持的公投 我們知道究竟,香港政府是希望香港市民有權力去表達他的意見 是有保存權力的人,還是想要求這個制度 第二就是,再說回這個論述 所以,在國內,都是債視態的,不過,都要做一個論述 剛才我講過一個論述,基本上這次的提告機 這個提告會議會值的方法,基本上是完全不符合國籌 第一就是,在外,在全世界基本上沒有這麼多市民 雖然在市民裡面不停地用國公,甚至運作 德國、多蘭,在分量的位置 在國際上,如果在幾個例如這個情況之下,可以提告的方法 不需要保存,但是政府也會自己承認 這個是,人家在外國的位置 是,人家會直接將這個不同的一張名單裡面的意見 都不提告上去,而不會是被落選的意見 所以,政府不停地說,這個是可以維持的比例 和表製的精神,我看不到這個位置 這個比例和表製的精神 但是,更加額外的就是,其實,好了 如果他只是為了浪費這個公盤 就是,全會有這個補選,就是揮鼓機制 去做這個所有委員會的情況 那麼,我希望他是一致 但是,為何光臨組別的議員就不一致地這樣做呢? 光臨組別的,如果有人出院的話 為何他們不是全會議員,輸了一個替口呢? 但是,他們就說不需要,因為他們是一類的單人 是單決製,所以很需要的情況是一樣的 但是,很奇怪,政府呢,我心思找了一個例子 就是有這個外國的先例去看過 就是這個,我們將它發生馬力合作的議員的情況 但是,已經有惡警數百分之外 就是,這個不單是人類建制的 在這個制度裏面,基本上是已經選民知道 他們會將票去一個落選的合選身上 所以,他們才會有這樣的權力去…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制度的事 去給這個國書議員和建方書議員 但是,將過小的地方就是 其實,香港的公民組別議員裏面 有四個組別,其實用這個 是這個原單統體制 包括香港,娛樂界,學運交通界 以及這個國際界 其實,它多次行的制度 正在,好像政府所作為的例子 就是,好多策略,好多策略 好多策略,好多策略,好多策略 為何這四個組別 不用這個體育經濟方案呢? 我真的很想問政府,我實在覺得 好多策略